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家的立场座位行动 我是秀英 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我们的外奔作家 李宗盛的小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们请到大家的节目问一下好 秀英好 大家好 今天很开心 因为秀英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到节目当中 前面也有介绍他的新菜来到节目当中 这次我们又请到小伯爺来跟我们介绍他的 这个我们说是前面的很有名在国际上 也有很多大种的一本菜 咳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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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本身也很爱这本菜 但是最特别的地方是这本菜 他现在有出席来台湾版 很开心我们今天请到小伯爺来到节目当中 来跟我们分享 不过在我们稍等的讨论前面 我们先来看一段鸭皮 我们来看看有里面有这个 如美琴老师他所讨论的台湾版 我们说咳嗦咳嗦咳嗦 那是什么鸭 是石巾 你滴凸滴凸的鸭 那是什么鸭 是汪豆板 你嗯嗯嗯嗯的鸭 那是什么鸭 什么鸭 是我们鸭 那是咳嗦咳 影子 去鸭子 一重鸭子 那是咳嗦咳嗦咳嗦咳也 那是咳嗦咳一尖 在吞噹的声 阿嬷 买好了吗 在买好了在买好了 吃晚饭静静 吃会好 阿嬷有跟我姻说 买买一家世界大楼 可以让我带香料 咄嗒咄嗒咄嗒 会要做很多东西 我最爱她的蜜蜜 我最爱拍的蜜蜜蜜蜜 还有很多很漂亮的东西 都是阿嬷用这台帮我做的 阿嬷的蜜蜜有够厉害 我也想要玩 咄嗒咄嗒咄嗒 听到这声音就感到很可愛 跟阿嬷的蜜蜜 也是我们小朋友的蜜蜜 阿嬷我感觉 小朋友的蜜蜜蜜 不是有些高用的目的 在那里 有时就是单纯 让孩子看到 世界不一样的观点和角度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相信观众朋友 也一定很记得 我们稍等在节目的讨论 我们要跟观众朋友分享的就是 我们已经有台湾的尾本 对台湾社会意义是什么 其实我们台湾作家的 顺庆老师 他其实有说过 今年是台湾尾本的大年 有很多很多尾本 今年出版 也就是要不出版 就已经在出版的过程当中 所以我们稍等也来开课 说看看 还有就是 这本籍其实本身 社会出版的第一版本 其实是华文的版本 所以其实是 经过一个环境的过程 所以我们也要来讨论 就是华文 要跟他做台湾的时候 他中间应该有些挑战 所以他的挑战是什么 还有我们稍等也要跟 社会来到电车 给他大家分享的就是 你要透过这个台湾的尾本 要团队给我们这个世界什么样的尾本 不过大家有看到 我们白要快拿出来 我们台湾在相当晚 每一日都要请到 我们的代表来宾 也跟我们说台湾 今天因为我们社会 林星头一般出版本的尾本 相信应该是有经过的 很多很多我感觉 自己的数量在里面 今天也是要请我们社会 来讨论一段 在这个尾本里面 我感觉很漂亮的台湾 这个我们是不是就请一杯 来 来看看 好 我穿这件阿嬷用手 一只妈一只铁好的衣 站在台上 小铁铛到月铁 都很打拼在保护我一张大手 这个时刻我才知道 真正厉害的 这不是咕噠咕噠咕噠的 是我的阿嬷 是我的阿嬷 这不是咕噠咕噠咕噠的 这是很可爱的 就是 和这个 应该是在过去的记者里面的 神音 跟它专作是在外面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也是用神音 带着我们小朋友 进入这个世界里面 很好听的这个台湾 这个版本 总算是我们台湾社会看到 所以我们现在就算不 我们小铁铛通过 我们台湾最高次 不是说高次 小铁铛今天他其实有说 因为小铁铛你的名字 喝小杯 是要喝小杯的茶还是酒 当然是酒 所以外本作家同上都有喝酒 和外度是这样 这样外比较赞 这样外比较赞 没有啦 茶也是有喝 我们今天里面的节目当中 本来开始要录音阵阵 本来要准备一些小杯 放在这个堂上 但是我们已经有准备茶了 所以我们就没有准备这碗 好 我们很少就要来 跟小铁铛请教 我们的第一个问题 我们刚才跟小铁铛有说到 这本台湾的这个版本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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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本来它是华文版本的出版后 就变成台本版本 所以你认为台湾的小孩的外本 对我们台湾社会的意义是什么 我想说无论在哪里 小孩都是需要有词 尤其是专门为他们所做的词 在不同的改端 也需要的词 如果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想要 我们的台湾的环境可以驾驾尾政省 就要有种种文类的台湾出版品 肥本这种类型 也一定是不可以欠试 就一定要有的 为什么呢 因为肥本是连鸚都可以看的类型 那小孩他在小孩时 他就有很多很多肥本可以看 这样在他大小的过程当中的 他就会感觉到台湾会 本是越来越多的 我想说这也是出版社和作者都有去感觉到这个 这个需求 这个需求无论它的来源是什么 我想说这都是我们台湾社会的一个万来的 这个正义 这个正义是我们基本的需求 这个基本需求就成就 每个人都需要妈妈的 怎么说 怀抱 这种感觉 就是我们又重新回去找到妈妈的生意 都能去看再一次看一遍 我们自己尽情可能在我们身上的过程当中 无法真正去面对或真正去记得的地方 是这样吗 因为我们这个让孩子看的生意 是无论你说什么话都一定需要的 所以这是一定要有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台湾社会 应该叫社会的 要让我们台湾社会的一个 虽然说万狗 但是也是有狗的 这个就是 已经到现在的肯定 就是要送给我们台湾的孩子的内部 这个这么漂亮的 还配上我们台湾自己的母国 我们台湾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让我们的孩子用自己的母国 再一次看一遍 这个这么漂亮的花园 在主岁上就有关系多 不是说像我们现在是大小 才说 好像都没看过这种 我们台湾的孩子或是什么 有点 我们这个世代就是都没有 主岁和大小的过程当中 没有这个机会 能够讨自己的母亲的母亲 所以说在我们这个 认白这个世界的过程当中 就缺 我觉得有缺一些东西 这个东西是大小的时候 我们才会写的 中心要去自己找回来 也包括说 有这么打拼的 为本的作家 现在带我们的小朋友 我觉得现在小朋友很幸福 所以我们观众朋友 一定要把这本菜 带回家里面 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小朋友 更重心地把这本菜 用台湾打给他们听 这时候我也要再问一遍 所以对你来说 台湾的創作意义是什么 还是台湾的意义是什么 我可以请你分享一下吗 台湾对我創作意义 我想第一点是 我去找到一条 原本就应该在那里的路 这是我已经没想过的 现在 知道这件事 再来是 因为我主要是一个做 回本 小孩看的創作者 我在想 我在想 修映给我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选择去感觉到 如果我可以把这件事做好 不就是 我就成为 夹做一堆墙子 帮大家到三天 去做一个更好的台湾环境 让我们 后一代 让我们这些孩子 听着感觉 不是这边才会想到这个 我本来都没想到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 这段墙子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墙子 还是说因为 社会在国际上 有很多比赛 困惊 社会如果开始做台湾环境 或是说 可能未来也会有很多 就是台湾环境的創作 所以在这些过程当中 可能可以鼓励 我们年轻的 更新的一些作者 也可以做台湾环境的創作 虽然说对外国人来说 他们出来找是 欢迎自华文还是台湾 对他们来说 可能是不说 很大的不同 因为主要是看故事 但是我觉得这是对台湾人 是有很重要的意义 因为在这些过程当中 我们刚才这个问题是问 说台湾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台湾的創作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我就要给观众朋友分享 因为观众朋友感觉看过 在我们的 章头头前全台湾的 这个分享 这是她的临心头一拜吗 对啊 就是啊 收尾跟这些临心头一拜 来本节目玩的 在这些过程当中 收尾也有说过 就是说 她要再一次 把她跟她的父母 做一个新的关系 重新的定义是这样的吗 我感觉这是让我感动的 如果当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 应该知道 收尾不是第一次来我们的节目 她上一次来我们的节目 是用法文 跟法国表达她的創作力量 这次用台文来表达 我感觉是不一样的收尾 所以说我们在社会 我们自己的无限时 其实也可以看到 我们自己不一样的 这个方便 看到这个不一样的部分 我觉得很深色 收尾在说法文时 有不一样的气质 在说台文时 我觉得那个气质又不一样 但是两种收尾都很漂亮 那是有 幸福的观众朋友 也可以在这个房楼上 可以看得到 我们之前的这个节目 因为我说了 还没有 绝对所以说得太好 而且就是有不一样的收尾 我觉得是 还比我们的土地 这种收尾在里面 有一个 有一个很特别的精神 有一个很特别的 就感谢收尾 为了我们的这个台湾社会 可以开始做这个 不一样的 这个新的这个独播 我们稍等说到 回来后 我们不再继续 请收尾跟我们分享 欢迎回来 我们在这里上 这边团队 我们今天也很开心 邀请到我们来 为本作家 林收尾的社会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给大家分享 他的这个台湾 新办的 这个 卡达卡达卡达 我们刚刚在这个公共进行 有跟收尾有 开讲到 说到说 台湾的做作 对我们 台湾社会 尤其是 我们收尾有的意义 在哪里 所以这些就要 请收尾跟我们分享 就是说 在这个 本来是 华文的 这个做作的本 但是 它反应做台湾 一定有这些条件 可以请收尾跟 我们观众朋友分享吗 这个 最大的条件 就是 第一 我的台湾的 那个 输入实在是 太少了 再来就是说 我自己是先下一遍 先翻一遍 我下的时候 我就去感觉到 我下的书 到底是 很考虑的 也许太简单 因为我认为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事 考虑跟太简单 应该是不一样的 刚才有 这个 李美琴老师的帮助 帮助 这个台湾办 才有 较大 较大 的 气口 譬如说 譬如说 麦珠 灰灰灰灰 我本来 自己就感觉 麦珠很灰 还是说 赤尖 尖流流 我就感觉到 赤尖 很尖的 就都是什么 很安装的 很安装的 我刚才会这样 还有一句说 他人看起来 也将要 爆炸 爆炸 美琴老师就跟我建议 应该 他解释 他整个人看起来 也将要 拔掉 对 这个很有台湾的感觉 我看到这句的时候 我眼睛就惊起来 我才想到 对 以前也常常听到 我们爸爸来说 我人要拔掉 所以 就 就 真的 很感谢 大家刚才也有听到 美琴老师 录音 他拔掉 我在录音时的时候 就觉得 怎么这么好听 找美琴老师 实在是 很正确 真的 美琴老师 他是 奥犹地研究的专家 也是台湾文化研究的专家 他自己也有很多 創作 出版国 所以说 全部你是来行的 要夹对 美琴老师来做这个龙头 还要把台湾 把他每一年 让他放在 更漂亮的园子上头 对 就是 哇 但是这就是因为 我觉得在我们生活的过程当中 过去 我们生活的过程当中 因为没有 这个 涵音的 系统性的核心 所以对我们自己的部分 我本身 讲到不够 我自己也没办法 就像说 我在删 一些台湾的創作 我自己在刺客 要刷 在刷 我感觉 我的语言很少 我可以用的语 很少 那个语本身 他带不到 我疏寇 走的速度 我的疏寇 走的速度 他没法去带到 所以这就是 我们现在很要紧的 我们这个世代 要把台湾拿回来 就是要 很努力去做这个事情 也是很辛苦的 所以 社会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是感谢你 就是很辛苦的事情 还有去跟他 很严谨的去跟他 要跟他做回来 这是 很感动的 这次也要做的 就是说你要团队 我们这个世界 什么样的 什么 虽然说这本小切 他不是单独出的 但是他是我的一种 发生 发生 对 也是在实现 我自己想要用台具 来说告诉我 我梦 他 我想要把他做 做 做这样的一本小切 虽然是这样 碎碎本 我是希望他 不然是一本 附路 也不是只有 一团 翻译这样而已 我 我感觉他是一本 可以放在 落地亚来 去找 我希望 特质 可以轻轻松松 帮他 打扮 找到 习惠走 譬如有当时 妈妈的朋友里面的东西很重 还会带孩子 你可以这样 轻松 很大 心很白 可以拿这本 你对他说 还是在哪里 单车 还是怎么可以 看看 所以其实有这个设计 在里面 里面 里面不是纹 我们可以 稍微把他 展开 让大家看 里面也有 杜 对 所以其实是把我们原本的 这个 大本的 原来的这个设计 他其实是把它放在 柴里面 可以这样说 我还要说一下 这些图是 本来这个画 本来没有的 也是 本来大家都没看到 因为这都是我 本来画的草图 要怎么说 对 超图 可能有很多台湾专家 在那边 双一排 你们两个在说什么 对 就是我在练习的时候 先画 我在整个说 我这些是要画 如何的草 这些是不如何的草 所以我把草 放在这些草 里面 这就让人很感觉 这就大心的安排 也带妈妈 其实爸爸妈妈 在撒嬰的 小孩车的时候 其实 东西都很多 一大小孩 一大小孩 我带出去 这些感觉 我这些感觉 这些是挺挺挺的 对 因为切 不是让你这样 放在书櫃里面 还是怎样的 应该是 你可以很轻松 就能 拿起来 偏偏 是怎样的 有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最后要问 小孩的这个问题 也觉得 是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我有听说 小孩 未来也会有 台文的創作 价位 不是说 这次 是本来有 华文的版本 做这个环页 之后也会有 我们说 original 台文的創作 所以对你来说 这有什么类的 这个主题上的 一些苦励吗 我没有觉得 台文的創作 在主题上面 有什么很多 应该是 什么东西 都可以下 譬如说 我印象很亲 就是之前 我有跟一个朋友 说 我带来 柯柯柯柯柯 出一个台文的版本 那些朋友就说 哦 这样很好 那很适合 我就想说 嗯 很适合 有什么这样说 那是因为 这个里面的主角 是阿嬷吗 我就继续想说 他如果是 这样想 可能是因为 他 对这个环页 有些 五次 要是说 他也觉得 这个台文是 一个古代的环页 就是老人 老人背才会说 所以 我 这种关联 当然是 比较不正確 但是 因为我 下华文是 比较顺 比较 比较 来創造 这些 很多不同的主题 真的是 需要 更加烦 不然 每一遍都需要 美青老师 给我改 改很多 很不好意思 美青老师说 没事 我们可以充足 到这里 来 给台湾社会的 孩子 更漂亮的 外奔的世界 今天很高兴 感谢 小伯爺 跟我们的节目当中 分享 台文的社区 也很感谢 小伯爺 只要知道 未来 更多的作品 让台湾的孩子 能够看到台湾的外奔 再次感谢小伯爺 感谢观众朋友 到底关心 待会儿再来 拜拜 好 谢谢 拜拜